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哥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内容还是一期开箱 今天开箱的内容如你们所见已经在桌上了 喵喵喵喵 这是我去年国庆的时候订的棉花糖新品 就是他们去年10月7号上的一些 我当天就订了 我订的是一套浅粉的褶枝牡丹大金草参 就是我身上这件的 因为这件工期特别快 我6月份就收到了 然后剩下的是一条紫麒麟麻面 还有我汉子的一件苍青云鹤道跑 已经在这里了 之所以没有外包装是因为我们已经拆开开箱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假装重新开一下 来 开始吧 先说一下我身上这件吧 这件叫浅粉褶枝牡丹暗花沙树林大金长草 然后领糕我做的是前六后七 前面是六厘米后面是七厘米 然后现在是一个翻领的状态 当然它也可以做不翻领的 不翻领的话它效果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行 然后棉花糖我感觉领子放量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因为领子硬 所以这么大的放量翻下来之后 感觉是正好的 我觉得它这件更适合翻领的穿 然后袖子呢是这样的 它叫大风袖 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妹的袖口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赤色的内缘边 然后这一件大金长衫呢 在侧边我是加了一对去离龙的飘带 这样的 背面是赤色云纹的一个暗花山 然后这一边也有 这种飘带呢它是作为一种装饰性的结构存在的 嗯 这个飘带挺好看 然后里面还有一条我的紫淇淋码面是这次收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 我拍的一会儿再拍 明信片 上次也有这一头明信片 就孩子 我不照顾你 我去参加 我送你 我去参加 我去参加 这个是你的 这是你的 这是 到烤盖 这一条我没拿出来过,他就自己露了 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是我之前那条红麒麟,是不是看不到,就是红麒麟,然后这条是紫麒麟,我个人比较喜欢紫麒麟 因为红麒麟我收到的时候正好是青年嘛,就觉得特别应景,现在也还是挺喜欢的 这条呢就是我这次订的紫麒麟,对,跟它我是拼了一套订的,我觉得配色还是可以的,它们都在一起 然后有一些细节,像比如说这里穗航三有的梅花,这里的粉色可以跟就是这件粉牡丹的粉色可以呼应一下 然后包括纸巾的裙蓝,跟我领口的纸巾,还有扣子可以呼应一下,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这条红麒麟,然后这条红麒麟,然后这条裙呢它的底纹是玉兰暗底,就是折织的玉兰纹,然后在西兰位置是碎寒三有,松竹梅 然后底纹的位置呢,就是也是碎寒三有,然后加上麒麟筒子的纹样 这条红麟呢,它用的金线是扁金线,是扁金,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亮光是非常明显的 哦,它是有衬理的,衬理就是这种红色的断面的这种布料 这条是紫麒麟 当然今天的重点不是我对吧 嗯,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汉子的盗篷 你先帮我放好啊 然后,我看不到我的脸 你蹲下不知道要好啊 我就这样好啊 然后,盗篷它是配了贴李的 贴李秤 这件是盗篷环体这件就是贴李秤的 你要先看哪个 反正你都看过了 嗯,看过了 你会这样可以 我这样一样 这件呢就是贴笔称包的 好白啊 像它像纸一样硬 硬吧 硬 白吧 像那个 像塑料一样 嗯 是老板的 特别硬 但是它只有硬才能把 盗袍的轮廓给盛起来 化鲜的吗 没的吧 应该是上锅胶 接下来呢就是盗袍的粉皮 它叫四合如意云鹤石地暗花山 它是化鲜的人造丝 颜色挺好看 颜色跟我的水色哦 差不多 好看吗 我挑的好吗 好 它们两个材质差不多 又跟我这件钱粉的褶织牡丹 好长啊 我穿能拖地啊 它真的好长 肉眼可见的长 然后 行 这是盗袍 盗袍就是 下摆的两侧有大褶 男装我不是很懂 我可能是瞎说的 嗯 然后它的暗纹是云鹤吧 很暗很暗 看不大出来 就有种闷骚的 闷骚的感觉 我看到云 看到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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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苍青 不是不是苍青 这是绿色的一个内缘边 嗯 这是它的logo 这个好看吧 表好看吧 是 还行 你内持来就出画面了 是 看它通秀多长 它有250吧 我感觉有250的长度 好好长 我穿这颜色是不是也好 是吗 是吗 问我吧 对啊 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吧 我去做点长的 让我泡一下就完 你泡了 让我帮你吗 不用 不用 好大啊 好长啊 长 颜色好看 你比我穿得有点 太高了 脖子短 有点粉色能透出来 多少呀 多少 瘦瘦 就是 闷瘦的感觉 我再给你买一件 红色的贴笔 好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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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